先握手 你好… 先看看… 攀石最重要是有贏 最重要是有贏 上身好玩一點,這裡好玩一點 當然這裡好玩一點 不是很不可以他說的 不行… 很累 來吧… 右腳上去,對 看見你跟我做的… 你的尾這麼高? 對 你老尾 今天又來到介紹攀石場環節 對,大家所知 很多攀石場都是工廠大廈或街鋪 今天來到商場 這間店其實還未開設 對,看到姐姐還在做一點清潔 大家看見牆主在示範嗎 好像有點熟悉 阿米 你好… 好,今天我們來到將軍澳 這個全新的泡石場 我身邊有麥道,先握一握手 你好… 先摸摸摸摸摸 對,我想很多人都認識麥道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就是他跟幾位伴侶 一起新開的泡石場 當然要認識一下周遭的環境 如果大家亦想來這裏朝聖 看見麥道 記得先看完這條影片 沒錯 其實這間店 還有兩天才開店 對 我便率先試玩 沒錯,你是第一個 不是,第二位我是第一個 好的… 是第二個,還可以的 所以裝修上 我們還有少許未完成 但整個攀石的位置 我們都完成了 對 說說牆 其實你可能會見過 大部分香港的攀石場 都是一些… 看起來是木紋的牆 沒錯… 我們想做得特別一點 對,我們不用木紋 我們會用黑白灰的顏色 去做這個牆 沒有為甚麼,為有型 有型,有型很重要 有型才能吸引得多一點 有型比較有型 對 攀石你覺得是有型的運動嗎 攀石最重要是有型 最重要是有型 爬到就有型 爬到就沒有型 型當然重要 做任何事最重要是甚麼?型 我自己也是 做任何事都是要型的 說起有型,說一下 不得不談,這個詞 香港也應該沒甚麼牆 會把自己的標誌這麼大 印上去 還是沒甚麼,有型 有型,意思是甚麼 型得來也要有意思 我看到你的帽子也有 衣服也有 基本上四處都有標誌 沒錯,我們這間攀石場 叫Kizuna Kizuna的意思是一些關係 一些結合的意思 意思是想大家來這裡攀石 其實是一起開心玩、開心攀石 對 但有時候意思的東西都是勉強下去 其實最主要就是 日本的東西,有型 但不夠有型 不夠有型,只是用中文字嗎 對,我們用毛筆字有氣勢 明白… 那你的線又如何分辨 平常我玩的也有五顏六色 但我看你好像是一、二、三 對,首先說一說 就是我們這間牆 斜度沒有其他攀石場那麼斜 其實這裡有一點想遷就新手朋友 即是我 對…但沒有被騙到 雖然牆沒有那麼斜 但我們的線的難度也不是那麼簡單 你待會試一下就明白了 但你是否掃勻所有線 絕對沒有 但你… 你看到我玩到雙手都傷了 你剛才又說新手多一點 你也玩不到那怎麼辦 對,這就是吊鬼的地方 剛才說到難度 我們的難度的標準 跟其他攀石場有點不同 我們只有五個難度 0、1、2、3、4 我們的0大概是外面的V0至V1 我們的1是外面的V2至V3 我們的2其實是V4至V5 3是V6至V7 我們還有一個較特別的難度 對,你會看到 其實最主要的標示難度貼紙 是黑白色 但零零射射 有時會無緣無故有一隻 深藍色、金色的字 這些線是我們內部挑選出來的 我們覺得這些線是特別好玩 特別有趣 打起卡上來,特別威風的線 即是特別威風的線 對,沒錯… 簡單來說是特別威風的線 對,沒錯… 你當作是Omakase Omakase 我待會要嘗嘗這些特別威風的線 沒錯… 我們這間場的裝修 已經花了我們很大的預算 對,那些預算就去了… 你看到我剛才說的很有型格的位置 所以我們是不夠錢做過天花板 其實不是不夠錢,而是工業縫 工業縫好,現在潮流流行業縫 對… 夠窩就好 希望大家體諒一下 是,可以的 不會攀上去 沒錯… 專注在這邊 沒錯 當你讀好牆牆、裝修、跟衣室 小孩子的牆、玻璃 怎樣處理的時候 好,全部東西完美 一看上去,糟糕了 忘了做了天花板 這裡有一條0 0就是我們館裡最容易的線 我也會爬到0 要試試嗎 要試試… 你會玩的 你拍過… 當然會 拍過上山的 上山好玩一點,還是這裡好玩一點 當然這裡好玩一點 我爬了第一次就說這裡好玩一點 不是我跟他說的 好… 我經常看見那些人很有型 我要這樣 行嗎?有型嗎 你也有… 行了 要跳一跳 好,非常好… 有型嗎?我給你看看肌肉 很好 對,感覺如何 輕鬆… 輕鬆 而且我們現在的場合 我們是非常新 你是剛才說的 你是第二個攀這場的人 我們現在的石頭 是非常地戒手的 所以呢 想多些人留下這個手 多些人來 讓我們磨一點點石頭 這樣就拿起來比較好 我磨了嗎 對,那你快點多爬幾條吧 麻煩 身手來說算不錯 他好像不是身手 他應該有爬過的 看得出他應該有玩過的 你也知道,最近有很多其他攀石場 除了我們這些型格的裝修之外 還有甚麼可以令我們的健身獨特 就是一些特別的石頭 這些我們稱為保持的東西 其實現在很多健身都是 他們會特意買一些 其他健身沒有的石頭 當然我們也一定要有這樣的石頭 對,它就是我們的鎮店之寶 鎮店之寶 沒錯 厲害嗎 再摸兩下鎮店之寶 整個法拉梨之寶 厲害… 這個鎮店之寶 其實有甚麼特別之處 特別之處其實… 你可以看到 它跟普通的石頭不同 普通的石頭,整塊都是斜面的 這一塊一邊是滑滑滑的 對,亮亮亮的 像我那樣滑 對,你走近一點也能照鏡 對,這樣… 看到眼睛 為甚麼會這樣 其實我不是攀石攀了很久的人 我也不知道 我猜都是一些懶有型的東西 對 但這個邊緣的位置 會否有多少少作用 有多少用度 因為這塊石頭 其實怎樣放都可以 當別人設置線的時候 當它可能整塊 這個亮亮亮的面向上的時候 其實這小小的位置 可能就是變成一些被人踩的地方 明白嗎 可能也有些很壞的人 有些人說不可以,我特意要設定一條線 你是要按這些滑滑的位置 可能也有這些人 在一個攀石場裡 每一間都一樣 聽得最多的一定是Come on 就是鼓勵 鼓勵別人 無論做到也做不到 來吧,有… 有,加油 就是這種攀石場 有… 我撐也撐不了,我示範給你看 你可否不拍我的腳 那我就在上面 不拍我的腳也應該上不去 我勾到 但其實你左手不能扶著那塊勾 是 讓我扶一下才行 對 不行…真的不行 好,先試試 來吧… 對了,來吧 通常讓我先開始了 你別走開 我先做了頭兩步 單手 很累 來吧… 三個,三個線就是這樣 風風來,可能應該兩下就完成了 總之帶他來吧 讓大家看不到這條線是怎麼玩的 來吧 行了… 怎樣?行了,差一點點 有了… 有了…差一點點… 基本上就是這樣 大家 他也這麼努力 證明我開不了是正常的 對,這不是一般人挑戰到的 推介你一號仔 我覺得玩抱石 有種感覺就是… 你進去就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感覺 對 對 對 你一放上去就發現 這是我未能克服的程度 克服它 可否指點一下我的腳應該怎樣擺 這條我未玩過 但應該… 你未玩過嗎 未玩過… 我未玩過 你先試試看 這條… 應該都是… 這個開始 對,還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 然後呢 對,然後… 你好像有空手 不如就慢慢過去 但這一下,第一一下已經很難 而且我們這個場上 這些灰色的箱子是可以踩的 灰色的箱子可以踩的 這個… 李老闆 有了… 有了… 好… 過了第一個步驟 好,可以的 過了自己,過了人 攀石也是 對 好 那接著呢,雙腳… 對 對,左腳去你右腳的地方 左腳去右腳的地方 右腳踩上去 對 看見到你頭殼頂的 你腦袋那麼高 對 左手 我先量度一下 右手也可以… 李老闆 對 打卡線,大哥 對,這條應該… 這條也很難 打卡線,大哥 應該是有點… 類似這樣 我真的要吊出來 其實有… 少許… 不行,我覺得幫我拍攝 拍攝後就切開,好嗎 你等等…我幫你刷一刷 我昨天做了一個… 不值所限 我們是未有錢賣長刷的 不要緊,自己做 兩棵地拖棍 加一瓶無印刷,你幫我刷它 幫我開關了… 有時候人們有很多手汗 或是太多粉 令那塊屁股可能會很滑 所以我們拆掉上面的骯髒東西 對 那你就沒有藉口掉下來了 捉住它 好 來吧 可以幫我拍照嗎?Nicole 我會示範這個完美 拍照更容易 只要碰到一下 握緊一下,你也不用保持 是 拍照,人家就要你釣到 記得連拍 有點緊張 捉住它… 但我還是要出右手的 對,右手… 你弄尾 嚇到人嗎? 不要緊,這張也有型 你過來看看 有人不認識你足夠嗎? 只是跳一下而已 這張真的可以… 但他有個問題 就是打卡的決心不夠強 所以他才無法玩 畢竟我也是第二個這場 這場真的可以觸碰這些垃圾的人 其實今天下午 真的是這間店的軟體開放 所以在開始之前 我們當然要幫這間店 做清潔保養維修 有甚麼工作交給我 一個攀石場的衛生是非常重要的 多人在這裡爬 我們經常會吸塵、擦地 但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工序 就是通常我們會拆乾淨的垃圾 你剛才有份爬,就扶負責任 我便將這枝長冊交給你 這枝是工業風的長冊 我們暫時未有預算 買一枝正規的攀石長冊 希望這兩天賺到錢 我們可以買一枝新的長冊 然後你再過來幫忙拆 好 但那些垃圾只有你爬過 不是全部都是你的手印嗎 不,你也有 兩個…好… 那拆有甚麼特別 就這樣搓搓搓就可以了嗎 其實沒甚麼特別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爬完後 他會有手汗 就來吧 手汗髒的東西 或者上面有很多粉 就令到屁股不太好 會比較鮮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有白色的位置 就把它拆乾淨 你整眼看,攀石長 有很多屁股是有白色的位置 對 很多 我們還有時間 還有… 拜託你了 好… 老老實實 是 剛才新舖開張,請人嗎 當然請 我們請了教練及接受 他們都請光了 但我還持有職位 我覺得你也適合做 就是義工 這個… 對,有興趣嗎 有,正在做 好的 我很努力拆開 不是今天,接下來也是 接下來大家有空會見到 我在這裡出現,幫大家拆開 對 各位待會員 為止 都是我們… 我們會見到 還有… 當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